Hello,大家好,又是我,Conco的销售代表Steven 那今天呢,我们来个挑战 不不,不挑战,不挑战 我们来点轻松的 那据大家所知道呢,Conco Parkways 其实除了社区公园,社区中心之外呢 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的 就是Parkways以外 都是被公园和森林环绕着 那今天,我们来点轻松的 我们去公园走一走 诶,可是这衣服 好像不太适合 没事,我先换个衣服 然后我们就走进大自然了 你看,我身后呢 就是我们Conco Parkway这个社区了 你看,我们这社区呢 其实你看,全部都是高楼啊 那其实就算我们社区里面 有自己的社区公园 有社区中心之外呢 其实就隔了一条马路 我们旁边就是非常多的 不同的森林和公园 其实就是说呢 我们也就是说 一边是繁华的城市 一边就是大自然 所以其实我们整个社区 周围都是被森林啊 绿化围绕着 真的平时生活的话 非常非常方便 那其实在我们社区呢 除了刚刚说的高楼啊 社区公园啊 社区中心之外呢 其实它有非常多的商业 有咖啡店 有银行 有快餐店 也有加油站各方面的 那其实刚刚说到的城市 我们现在一秒就能切换到大自然 哎哟 你看我们马上又到公园了 那其实就像我刚刚说到的 我们的社区就在旁边 公园呢 真的就差了一条马路 一秒就能到这边了 那特别是这两年 这两年呢 大家在家工作啊 闷在家里 肯定大家都是辛苦了 那其实我们非常需要这种大自然 那这边呢 其实只是其中一个公园 我们社区附近呢 全部都是公园 全部都是绿化 全部都是大自然 那走吧 我们进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那在我身后呢 这边就是一条小河流 那其实在森林里面 有一条小河流 非常的舒服 这个叫Don River 它是一直延伸到安大略湖的 那就像我刚刚说到的 这边有山 有水 非常适合年轻人跟城市人 在繁忙的生活 中间抽点时间出来 这边享受一下大自然 放松一下 哇 听着这个清澈的河流声 看着这个枫叶大自然 呼吸的新鲜空气 真的非常非常舒服 那其实像我刚刚说到的话呢 大家经常会说 去开车多少个小时去看枫叶 然后呢 其实我们这边 就是我们社区旁边就有枫叶可以看 时间比较紧迫的话呢 同时就住在我们Parkways的朋友们呢 走路过来 在秋天就能看到这个大自然 看到这个枫叶了 那其实大家如果有什么想看的 或者想知道的话呢 欢迎给大家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这边呢 也会继续有一些新鲜的 或有意思的内容给大家 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我再做一下 小红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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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书